有没有人看直播的是在长沙的 晚上到韩国内酒店那放放炮 放放鞭炮 今天晚上就当过年 一晚上鞭炮别闲着 让他们睡不着 是吧 有还真有在长沙的 没有炮就把家里的锣啊锅啊什么的都拿着 然后跑到酒店那去敲一敲 你们把时间分配好 别一窝蜂的都一个点去 我看见有人说让你报销了 说我报销 报销一口锅 还有说流洋化炮的 那倒是真的 就是一点钟去一波 然后呢也别两点去 让他们先睡一会儿 然后三点正做梦的再去一波 然后等这个五点再去一波 早上再来一波广场舞 刘洋炮竹全国文明是吧 刘洋炮竹是那个什么呀 也算非日文化遗憾吧 王男来了 王男来了 让美女回头的 对回头回头 回头 我们在这 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 太严肃了 放炮了 砸锅敲锣子了 对就商量今天晚上怎么给捣乱呢 昨天刚才那个发布会上 那个主教练也说了 还有人说直接停热水 直接什么 直接停热水 反正就是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啊 还有一点 这次咱们这个保密工作为了做得好啊 就是能够看到球场的两个酒店 有一个已经停止营业了 另外一个就基本上停止营业了 住的武警吗 住的是我们倒可以观察了 因为他们看不到啊 就是所有的外界的人士啊 包括媒体记者是不允许住在能够看得到这个球场